记者01章嘉义报导 国民党嘉义县党部今天公告嘉义县长选取候选人提名登记事项 领表及登记时间为4月9日至10日 县党部主委王岐礼表示 若有两人以上登记将办协调 若协调不成会在办理初选 王岐礼说 国民党嘉义县长人选一又前立委 无语人表态愿受征召 另有两三人私下表达有意愿 有意愿想参选者需要遵守党内初选的游戏规则进行登记 以公平公正且公开方式产生候选人 领表登记费10万元 登记时缴保证金50万元 选务作业费50万元 嘉义县长民进党党内初选3月已有结果 确定由前农委会副主委翁蟑螂代表参选 王岐礼说 基层党员希望国民党宪长候选人尽快确定整合泛滥力量 改变嘉义登记截止后 若有两人以上候选人完成登记作业及展开协调 若协调不成在办初选 将就证件发表会的方式和民调方式或协调方式 尽快于4月底确认产生人选 吴玉仁表示若无人参选 他愿意接受党中央征召参与初选部分 应有女人在墙保 他会持续走访基层 听取各界意见再决定